有劳空智大师迎候 毕教有要事向贵派轻弹 专门上山拜访方丈大师 方丈今日抱恙 不便见客 有何见教 贫僧待听 无事不登三宝殿 在下便开门见山了 此次前来 特肯少林 看在武林一脉上 开示毕教金毛师王 阿弥陀佛 楚家人慈悲为本 原不该为难谢世王 只是空剑师兄 命丧谢世王之手 此番命案 得有个说法吧 空剑神僧汉氏 凶手却不是金毛师王 此时曲折原委 倒是与贵派的元贞 大有干系 世人都说 长教术光明磊落 以贫僧看来 也是个敢做不敢当 推为包庇的 鼠辈罢了 我这暴脾气 你是经有不知知法 就是吧 此事罪魁祸首 确实是贵派的元贞 元贞大师神行百变 当日他在光明顶 装死跑了 现在若藏在少林寺 叫他出来当面对峙 叫他出来当面对峙 当面对峙 对峙 是 空之大师 在下愿与元贞 当面对峙 写讯自己都认下了 还对什么志啊 我倒是要问张教主 空剑师兄的那件事 你推诿不提 那汝阳王的郡主赵敏 和你什么关系 你们联手勾结 此事 是不是也不认了 我和他 你明知道他是 汝阳王的郡主 在万安寺 哲辱六大派 如今 你们联手 祸害武林 郡主为出身所累 确实为朝廷 做过不少事情 但如今 他与父兄决练 投身毕剿 往日对贵派有 诸多不敬之处 日后 自当命他上山拜佛 郑重谢罪 多说无意 张教主要救谢逊 只需破了金刚扶摩圈 任凭你将人带走 那就请吧 古大师 别来无恙啊 看什么呀 张教主 请吧 张无忌 率明教教重 拜见三位神僧 张施主 你又来此 所为何事 无忌领教过三位神僧的盖世神功 钦佩直至 原本不敢再来讨教 但金毛世王谢逊 与在下有父子之恩 与明教重兄弟 有朋友之意 纵使我们不自量力 但还是要非救他不可 施主 是要闯阵了 在下不才 想请两位教重兄弟相助 以三对三 平手领教 上一回你一对三 是有点不公道 那今天 我们就再比一回吧 杨卓氏 范佑氏 小心 好 嗯 救命 好 ked 平手 哟 这瞎眼睛的恶头子 一个顶咱们俩 顶你四个 是吗 这应该是金刚抚摸阵 恐怕我们几个一起上 也没有胜算的几率 再咱们打下去 六大高手半数都会命丧当场 一会儿剑西行事 实在不行就一起上 没事 没事 不计 住手吧 阿弥陀佛 义父 我们来救你了 杨祖师 范幼师 我双手沾满了鲜血 死有余辜 如果你们为了救我 伤了三位高僧 那我将罪成家罪 你们走吧 无忌孩儿 你也带着明教的兄弟 离开少林寺 如若不然 我自断经脉 以免多增罪命 先兄不要 我们不打便是了 义父 孩儿听话 您千万别伤害自己啊 阿弥陀佛 我等闭关数十年 崇德剑时事上豪杰 甚感心性 跪教英才济济 为枉以此大好武功 多为苍生造福 稍作伤天害理之事 多谢大师赐教 明教绝不敢胡作妃为 我师兄弟三人 在此恭候张教主 三度立临 自当讨教 我一定会救我义父出去的 杨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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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杨祖师和范有诗 你们两位已是当时 一等一的高手 我实在是想不出 还有什么高手 能胜得过三位大师 其实 也不是没有高手可以一世 你忘了 你太师傅 教主 在这世上 恐怕只有张志仁的武功和内力 能在这三神丧之上 倘若我太师傅肯下山相助 我们两人联手 必定能破了金刚抚摸圈 但这样一来 势必会伤害两派和气 我不想让我太师傅为难 再者 我太师傅武功虽然已经炉火纯青 但毕竟年过百岁 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可万死莫属了 教主 照这么说 咱们就没有办法了吗 教主 杨祖师他醒了 好 周大哥 你立刻通知四门门主 护送杨祖师回台休息 好 走 这个急骨眼上 他肯离开吗 就是因为他凡事伤心 所以才不宜久留 教主 你应该知道他的脾气 我相信 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走的 杨祖师的心脉几乎被震断了 必须彻底休息 方可须命 倘若不远离纷扰 即便我给他灌输再多久样真气 也是于事无补 只有死路一条 是 你说 他们什么意思吗 就是 这次一定要得到头颅头的下落 是啊 武姬 大师伯 六叔 武姬 这位长老 张教主 张教主 鹅梅呢 没见鹅梅啊 是啊 这一路上怎么没见到鹅梅的人 没看见 教主 这个校庭的不错呀 咱们就这儿吧 张教主请 您请 张教主 您请 张教主 谢谢 阿弥陀佛 今日德盟 天下英雄赏光降临 少林质感荣耀 只是本寺长老 突患疾病 无缘得惠重贤 命老大郑重致歉 彭大哥已经查过了 成坤和成有量没有现身 不知道接下来想玩什么把戏 空文大师一再称兵 也是十分可疑 那天晚上 我和三位神僧 曾揭破成坤的阴谋 不知寺中是否会有处置 现在这个空文大师又称兵 不知是否有此事有关 道林质感荣耀 只是本寺长老 突患疾病 无缘得惠重贤 命老大 郑重致歉 彭大哥已经查过了 成坤和成有量没有现身 不知道接下来想玩什么把戏 空文大师一再称兵 也是十分可疑 那天晚上 我和三位神僧 曾揭破成坤的阴谋 不知寺中是否会有处置 现在这个空文大师又称兵 不知是否和此事有关 既然空文长老鹰病无间 那我帮就反省空智大师 把袁真和陈有量交出来 他害死了我们使前帮助 就连寡妇孤女都不放过 今天我们该帮一定要讨个说法 讨个说法 讨个说法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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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我们相聚少林 难道是为了看你该帮 在这儿报仇吗 说什么呢 对啊 说什么 吴只大师 今日少林召开英雄大会 我看其实就是个徒师大会吗 不如 我们先把那恶贼谢迅 除去了再说 对 吴只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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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始前帮助不幸先事 老衲此刻才听闻噩耗 长老口口声声说 是必派弟子所为 只怕其中大有误会 还请让老衲 则实在与长老探讨刑请 至于锦毛师王谢勋 他为祸武林 罪孽深重 幸而得为必死所勤 如今正关押在本寺内 少林派不敢自尊 恭请各位 名高望重武林之势 共商处置之策 这等恶人一刀杀了便是 何必再问呢 就是杀了他 杀了他 各位 各位 谢勋 李当辈 凌职处死 谢勋这个魔头罪孽深重 应该千刀万剐 已无辜死在他手下的朋友们报仇 岂不快哉 是啊 好 各位 各位 大家别忘了啊 谢勋 乃是那宁教的护教法王 要不然 少林早就将他一刀给宰了 何必请向我们 一起来担这个责任呢 是啊 是不是啊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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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冷静 诸位 冷静 诸位 冷静 谢勋的滔天罪行难抵一死 但是在他死之前 必须把该说的事情都说清楚 没错 他们一心想夺的吐龙刀 却不知道吐龙刀一天见 在灵蛇岛的时候 就一并丢失了 教主 范佑士 我把事实说出来 让他们不要拿吐龙刀一事 逼迫我义父了 教主 你听我说 你想想 这样对花解仇院 并没有任何帮助 如果让他们知道 屠龙宝刀没有在谢法王的手里 也就是说 谢法王对元真和少林寺 已经失去了价值 到时候恐怕也来杀神之祸 教主 教主 宝刀 公志大师 不如取出屠龙宝刀 让我们大伙一宝眼福吧 实不相瞒 谢勋被行使 屠龙刀不在他身边 我们也曾降家盘闷 但谢勋他仍间不图实情 今日大会 一来商量如何处置谢勋 而来正式想寻求 打听屠龙刀的下落 我们若是知道屠龙刀的下落 为什么要告诉你少林 依我看 你少林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此 屠龙宝刀交不出来 少林方丈也不现身 难不成 你少林背后有人 你们 大帝 谁呀 大帝 什么人 什么人 公志大师 你这是杀人的闭口 你们 还让不让我们说话了 是啊 是啊 这为英雄 但绝非必死所为 少林派绝不使用这等下流阴痕的暗器 我们可是你招来的 现在出了人命 少林寺 西区给个交代 屠龙刀现在在什么地方 西区在什么地方 把西区交出来 交出来 交出来 把西区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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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眉到 纸肉 纸肉 人家都已经成婚了 你还叫他闺名 大哥 清书 我先估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少林与群雄在此争辩 费时费力 武林中人 自当已比武定高下 在下提议 今日就此过招 谁赢了 谁代价 带走谢迅 如何 怎么额眉来操热闹来了 义父一直对他爱护有加 他这么做 是为了救我义父吗 希望如张教主美意吧 周掌门此意甚好 老衲也早有此意 诸位 以武论输赢 省出者若能破了老衲 三位师叔的金刚扶摩圈 就可以把谢迅带走 那就先从我峨眉派开始吧 峨眉派宋清书 向各大派讨教 我昆仑派向你领召几召 它 俺或许 至于你 又是 下一个 空捅宗尉侠领 叫我恶别派 还有谁 盖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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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问我好不好 你真是个傻子 对不起 芝若 我还是没能帮到你 我不怕死 芝若 我只怕 我死后 没有人可以再替你分拥 芝若 我今生唯一的心愿 就是可以希望你幸福快乐 你出事的心愿 你最后来的心愿 这你手 你我 不必你 不是 没 没 是 要不一起进去吧 不了 逆子就算死 也不足惜 张教主 你走错地方了 我有事找周掌门 张教主 掌门现在有要事 请您回部 在下略懂医术 能够为宋少侠疗伤 别无他意 周掌门 我能救宋师哥 你让我进去吧 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呀 都说了让你走了 让他进来 你们都离开这儿 别在这儿嚷嚷 是 掌门 让我看看 宋师哥怎么样了 多半是活不成了 不知道能不能熬过今晚 我的九阳神功 或许对他有帮助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治好他的 你当然会竭尽全力 救活了他 你就问心无愧地 去当你的朝廷骏马了 我说过 当日在灵蛇岛上 抢刀杀人的人 就是周植若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因为他不是那种人 那日在岛上 沉睡之中 我隐约听到一种 很独特的声音 那正是他掌门 铁纸环的声响 你有没有想过 他已经取得了 屠龙刀跟倚天剑 并且解开了其中奥妙 所以才会武功大进 难道你没有发觉 他出招灵力狠辣 更胜他师父吗 他怎么样了 不用惊慌 因为他体内一股阴血之气 和我的脚上神功相抗衡 刚才在体内 就像打了一场内战一样 体力因为消耗过度而晕倒了 你放心 他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你独特的 在洗澡 你开到过去 你开到美手 你开到我 你开到美手 我会变得了 你开到美手 你开到美手 让我开到美手 头以天剑和土龙刀的人 是不是你 差点杀死猪儿的 是不是你 我是峨眉派的掌门 岂能让你物理相待 你不敢怀答我 因为你理亏是不是 如果你没有做过 你为什么不敢亲口告诉我 说不是你干的 只要你怀答我 到底是不是你 你看着我 是不是你干的 你说呀 是不是你干的 是我干的 全都是我干的 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以为这是师父的遗命 我必须要完成它 当日师父被困在万安寺 多方受辱 他已经抱着誓死的军心 把掌门之位托给我 还让我夺走 倚天剑和土龙刀 取出兵法和武林密集 待我学成之后 就可以将峨眉发扬光大 让峨眉成为武林主第一大门牌 为了得到一天剑和土龙刀 就可以杀人吗 你为什么要杀猪啊 你师父让你杀人吗 这都是意外 这都是意外 当时银姑娘受了伤 所以我没有给她下药 但是她突然醒过来了 而且还百般阻挠我 所以我误伤了她 后来 后来我以为她死了 但是师父让我杀的人 即使是你 当时师父千叮咛万祝福 让我事成以后 一定要杀了你这个无耻淫图 可是我下不去手 可是我下不去手 我们可以好好商量 可是 你为了得到宝堂和武功密集 已经不变是非了 你知道吗 我以天剑和屠龙刀 是郭靖大侠和黄柔女侠所中 本来就是我们峨眉的东西 我只不过是取回 我们峨眉的宝物吧 你们先过去 大师伯 六师叔 宋师哥的伤已经稳定住了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你们可以放心了 那我先回去落座了 好 你们老师 您看 我请高兴 女人 她的仲人 录女 我 我的仲人 我 是 我 这里 我们 你们 我们 我 我们 我 您 都 你 我们 格杀不论 各安天命 最后哪一个帮派的武功最强 谢勋的屠龙刀就归他所有 真是奇怪 各位 我义父自知罪孽深重 自愿留在少林赎罪不愿离开 但吴季实在是怕少林那位元贞大师 加以伤害 才不得不与各位相抗 至于那把屠龙宝刀 如果真的有传说中那种威力 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那我义父今日何以至此呢 对 张教主所言深事 少林寺好大地猫 没错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咱们各家各派 都惦记着那把屠龙刀吧 但是为了一把刀子 害得身败名裂 甚至全派覆灭 这就划不来了吧 张教主 既然诚心诚意地说了 我们华山派不要那刀子了 自愿放弃比武 对 自愿放弃比武 对 多谢 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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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张教主 当日万安寺相救 我空同派放弃比武 力挺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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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我空伦派也放弃比武 力挺张教主 我武当派自愿放弃比武 力挺明将 我们该帮也支持明将 多谢 力挺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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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是鬼 不是人 我说周姑娘小婷天傻得可以啊 你是面驰失态给你附体了还是给你脱梦了 你看你看你这衣服也不好看 长得也不好看 身材也不好 好 你们说呢 还假装没听见是吧 周姑娘 你应该耍错了 耍错了 你应该是往前打 不应该是往后打 你打了半天你打着谁了 你打着我们家主了吗 你打着了吗 你打着我了吗 你打着我们名校了吗 你打呀 没事吧 没事吧你 芷若 收手吧 芷若 无尽 郡主 郡主 你不能上前 这里到处都是你的仇人 你上去的话 会领自己神仙险境 是 是 我 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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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尽 没事吧 卑鄙无耻 竟然使用一掌 阿弥陀佛 阿弥陀派掌门宋夫人 技冠寻雄 悟空为天下敌 还有哪位英雄不服的吗 我来 樊佛师 我一下令 你不得再出手 我们认识我 无尽 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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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尽 教主 教主 还有哪一位不服的 我不服 我是打不过你 但是我不服 不可以吗 既然无人再来比试 咱们就按照英雄大会之前的议题 金毛师王谢逊 交与峨眉派掌门宋夫人来处置 屠龙宝刀在何人之手 也一并交出来 由宋夫人收管 这是群雄公爵 任何人不得有一言 明日上午 我们仍然聚集在此 由老僧引路 带领宋夫人前去开关试囚 到时候 并无大碍 没事 依刚才所见 周梓若本来可以置你于死地 但是在危急关头 他仍然不忍先害你 就说明他对你有情 既是如此 他绝不会害你的医抚 你放心疗养就好 等一下 我有钥匙要跟你们商量 你醒了 芷若 张教主 请勿扰我夫君休息 宋师哥的伤还需好好调理 我是专程来给他复尘的 宋师哥 这是药方 你拿着给宋师哥肩腹 便可去除体内的玉堵 双方的伤心 我把你帮到我 是 我的目的 你把你帮到我 我帮到的 你帮到你 我了 你把我帮到你 你把我帮到你 若能战胜少林三位神僧 必定能名震武林 届时再得到解训 当着他仇人的面 将他措骨扬灰 必定能名为天下 到时候我峨眉 会成为武林中第一大派 这可是我师父必生的心愿 我知道你痛恨我气魂逃走 但一人做是一人当 不要前怒我义父 宋夫人 你自幼便待我很好 我盼你在此恩德 张无忌有生之年 永不敢忘 张教主 你太高估自己了 宋夫人 我又说是一人 我未来的 我都不敢操你了 我还是不敢操你了 我都不敢操你了 我还不敢操你了 我还不敢操你了 我去招待一下 我会想到你了 我又没想到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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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还有机会 周芷若的武功 不在你之上 他今天之所以能够赢你 是因为你心地善良 不忍心对他下狠手 才让他有机可乘的 这个金刚伏魔阵 连你都闯不过 周芷若就更不可能了 我们明天见机行事 一定不能让任何人 伤害你义父 好 宋夫人 对不起你的人是我 我义父一直对你不错 念及救情 我求你挽开一面 张教主 你我之前曾有婚约 此刻我夫君 正在生命垂危 加上我今天饶了你一命 旁人定会觉得 我对你救情有存 倘若你我一再纠缠 所有人都会认为 我不知廉耻睡性羊花 而你张大教主的威望 也会大打折扣 我们只需问心无愧 无须理会旁人 倘若我问心有愧呢 我们两个人只能选一个 我们两个人只能选一个 你要是踏出了这个门 就不要来找我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办完之后 我一定回来给你个交代 我们只能选一个 只能选一个人 为了峨眉派生死陈王 为了天下百姓苍生 你一定要照我的话去做 不然就是大逆不道 欺世灭祖 快对峨眉列祖列宗 各路英雄 昨日比武较量 峨眉派掌门宋夫人 济款群雄 现在请宋夫人去山后破关 提取金毛狮王谢逊 请各路英雄随老僧前去观战 进场 秦宫 反右侍还有周爹 还有赵姑娘 他们三个人不见了 我要见方丈 你忘了方丈身体有样 不宜见客吗 你 驾 金毛师王 囚于三株苍松间的地牢 看守地牢的是 必派这三位长老 宋夫人武功天下无双 只需战胜了三位长老 便可破牢取人 金毛师王谢训 将交由宋夫人处置 阿弥陀佛 教主放心 待会儿 峨梅派如果不交出师王的话 我们就用墙 这可坏了大会的规矩 有失信你 我只怕待会儿 宋夫人把刀剑架在 谢师王井上 救人要紧 这时候还说什么姓意呀 宋夫人 请 三位高僧是武林长老 武功自然精湛 若我以一敌三 非但不攻 亦且不敬 阿弥陀佛 宋夫人要天一人相助 亦无不可 是吗 张无忌 出来吧 张教主 多谢宋夫人昨日手下留起 饶我姓名 本座城天下人相绕 侥幸夺魁 所以仗的 只不过是先师灭绝师太 留给我的武功秘籍 若以三敌三 必定能赢 可是枉费了我师父 对我的一片悉心教导 若以一敌三 就是对主人的不公 当年我师父连打你三掌 让你口吐鲜血 天下人皆知 昨日又被我打伤 所以找你联手 不如我师父威名 这臭婆娘 我以为她想通了 原来是诚心侮辱教主 昨日我把她打伤 她也不用帮我什么忙 装装样子便罢了 一切遵命而行 不敢有为 张教主今日又来赐教了 尚请三位神僧见谅 好说 好说 这位峨眉派掌门 听说昨日异胜天下群雄 难道他的武功 还在张教主之上吗 正是 晚辈昨日在周掌门手下重伤 这就齐了 失礼了 我说 我看到了 恐怕 这位峨眉派掌门 是 那是 我看着 这位峨眉派掌门 我看着 你 这位伤勇 孔雯方丈 果然被他们囚禁一次 孔雯大师 打扰了 请速速赶往少丽丝后山 阻止三大神色的恶斗 以免袁真的阴谋得逞 阻止三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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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所说 袁真就是成坤 那日被三位师叔看破 他就暴露了身份 当我质问他时 没想到他提前给我下了药 让我失去了内力 就把我给软禁了起来 他还胁迫我师弟空置 把整个少林寺给掌握在了手中 弄出了这么一个图师大会呀 明教对少林有恩 张教主 你到地牢里去把谢大侠带上来 离开少林寺吧 多谢空王大师 爷父 姓谢的 你杀人无数罪恶滔天 今天我就当着天下英雄的面 将你错骨扬灰 为武林 出于大害 张无止入 止入 不要 张无稽 是你赴我在先 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 不要 不要 止入 你恨的人是我 与我姨父无关 我求你放过我姨父 一命还一命 赵止入 你向我们下毒 掏走屠龙刀以天剑 行为可耻 亏你还有脸 在这里说别人的不是 好一对不要脸的狗男女 敬我 于唱 帮爸爸 伤走 我们下室 就是 狼民 我们下室 我想 武术 мет 发 我们下室 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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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诚宽 哪里有诚宽 义父 没有诚宽 义父 诚宽 你可能改变了容颜 但你改变不了你的声音 你的一声笑声 让谢迅莫痴难忘 刻骨铭心 是个文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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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大丈夫光明磊落 为何不宜真面目视人 是什么的 这什么困难 这些魔教金人 壮乱佛邸 藐视本派 罪无可恕 少林弟子听令 凡是魔教中人 一律格杀勿论 是 住手 文坤 你才是少林的叛徒 你图谋方丈大权 来人 先把文坤给我抓起来 空门和空智等人 勾结魔教 出卖本教 他们才是叛徒 你们千万别抓错人了 血口喷人 你才用毒药在胁迫我们 来人哪 把少林叛徒 袁真给我抓起来 袁真 邪不胜正 你图谋接掌少林方丈之位 恐怕是痴心妄想了 尘昆 还不束手就行 各位英雄 今日之时 今天我与尘昆二人引起 我与他之间 多点恩恩怨怨 今日该有个了断 师父 你将全身的武艺都传授给我 可是 你也杀了我全家 大恩 大仇 今日要有个了结 谢迅 你好意找转移视线 我问你 有多少的江湖好汉 命丧你手 今天 你引来了明教的大批魔头 扰乱我们佛门清景之地 指鹿为马 蒙蔽方丈 与天下的英雄为敌 谢迅 我教你这么一身的豪功 没想到你祸害人间 看来 今天我就要清理门户 整治你这个 欺失灭族的孽土 陈昆 今日 天下英雄既已在此 请给我谢迅做个见证 哼 我谢迅 作恶多端 从未想过为自己开脱 可陈昆 见我妻子 杀我全家 甚至将我的孩子 又活活死 又活活地摔死 这几十年了 我未报此仇 才假接她的名义 到处作案 子荣 酿成了大祸 我等今日 等了几十年 陈昆他杀了我一家十三口 谢海山肘 你们说我该一不该报 义父 你快还手啊 他是我师父 让他两拳一脚 又有何妨 无忌 你赶快发暗器 才瞎成功的眼睛啊 义父绝对不容许我这么做 义父小心 陈昆 小子的滋味不好受吧 义父 英国报应 善哉 善哉 陈昆 你杀了我一家十三口 我应该打你十三拳七伤拳 可如今你武功全非双目是名 再也不能祸害人了 那么我剩下的十三拳 不打了 义父 不打了 义父 不要啊 义父 义父 如今 我自非无功 把你交给我的 今天都还给你 从此以后 我们无恨 无怨 你看不见我 我也看不见你咯 我也看不见你咯 你 各位英雄 谢迅过去的几十年未报家仇 可能伤到了你们的亲人 与师友 今日 谢迅 会在你们面前 如果想为他们报仇 想杀我 尽快来取我的性命 无忌 无忌 不要过来 也不要报仇 那样 会增加义父的罪业 你 金毛世王啊 金毛世王 你纵有万本理由 可大错已住 今有得此果 即使你咎由自取 我生无量天尊 你 谢迅 你伤我空头门人 抢我七伤全脯 这个仇 我一定要报 哼 你伤我 你伤我同门 杀我师伯 你伤我同门 今日 我定会替同门和师伯 放仇 呸 你伤我 你今天是最有赢得 呸 呸 哼 启禀方丈 白明英王父子说 有急事求见 教主 属下不如使命和英王父子前来会合 拜见教主 拜见教主 慧公 舅舅 拜见空闻大师 不必夺离 不知来见老衲所为何事 空闻大师 在我们赶往少林寺的路上得到可靠消息 汝阳王父子二人率领援军两万铁席 正赶往少林寺 你们这些所谓的英雄好汉 就给我陪葬吧 麻醉闭上 信不信我把蛇子给你捡一来 大师 大师 教主 教主 不 义父 义父 出什么事了 现在有两万元兵正在往少林寺进发 我们怀疑是来进攻少林寺的 好啊 那咱们就迎下山去 对 打他个稀里哗啦 好 好 先别着急 这援兵嘛 来往调动 那也是常事 也未必 一定是来围攻少林的吧 来 领军的是什么人哪 汝阳王父子 大家可知道他是谁 他可是汝阳王的女儿 少敏郡主 赵 赵 赵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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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娘娘混入图师大会 一定另有所图 说不定 他正在通风报信 想把我们一网打尽 他就是这儿啊 不是惊喜吗 对 要是他是这儿 咱们就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 抓起来 各位前辈 请听晚辈一席话 赵姑娘 早与他父兄断绝关系 弃案逃命 刚才也协助我们 揭发陈昆种种阴谋 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无计在此恳请大家 给他一次机会 别再为难他了 张教主 江湖中 早有传闻 说你跟这妖女有私交 所以才处处帮着他 在万安寺内 这妖女 是如何折辱我们六大派的 大家可曾记得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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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回事 我们受尽折辱 我这两个手指头 便是他手下砍的 今天这个仇 我一定要报 一定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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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一定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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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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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英雄 请听我一言 看来朝廷是知道了 我们江湖上有很多 返元的义士在少林聚会 所以他们派大军前来围剿 那么江湖中人 各个都身怀武功 本不会怕他们 不就是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何足道哉 只是咱们江湖好事 习惯的是单打独斗 彼得若不是兵刃拳脚 便是内力轻功 这马上马下 长枪大己的交战 实非我们所长 所以老纳觉得 诸位好汉 马上离开少林 以避免诸位义士 无畏折损 在下宋某知道空文方丈 乃是出自一片好意 这次英雄大会 乃是少林派所邀及 你们不想因此惹祸 也是无可厚非 可是让我们临阵退缩 我武当第一个办不到 没错 如果我们现在就撤退 那敌人就会认为 我们是怕了他们 就是长了他人的志气吗 六叔说得对 既然朝廷已经出动了大军 想必是想将我们一网打尽 既然我们都无路可退了 空文大师 晚辈有一件 不如我们设法将他们引开 在别的地方 跟他们决一此战 这样 贵派的千年古差 就不会毁于一旦了 张教主 你处处为少林设想 老纳代表少林上下 感谢张教主 各位英雄 现在正是我们杀敌报国之时 少林英雄大会 从此名阳千古 无计 这一次 势必拿下汝阳王父子人头 放张 启禀放张 蒙古士兵已到少石山下 随时会攻打上来 好 张教主 你发号施令吧 张教主 发号施令吧 发号施令吧 你发号施令 张教主 你发号施令吧 发号施令吧 我信 好 就发号施令吧 已经洪水两棋 你们先打头阵 守住上山要道 红和尚 铁关道长 你们各注意棋 是 走 说不得 你拿圣火令去调派援兵 上山应援 是 君母后徒 你们速速构建壁垒 以防敌军冲击 是 援兵铁齐两万 你们 单打独刀 简直就是唐壁挡车 刑局打仗 和你们逼我的 怎么能相提并论 请君问马 一勇而至 势如破竹 任凭你们张教主武功盖世 也无计可施 程冠 你能把你的臭嘴逼上吗 行不行 我现在过去提议你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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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插了 袁甄跟这个狗王爷 在二十多年前 已早有勾结 是 我们要从这奸贼口中 得知狗王爷的机密 杀了他 岂不是帮了狗王爷 对 对 有道理 有道理 袁甄 是不是狗王爷 让你引我们到图事大会 一举歼面 实不相瞒 郡主娘娘 你怎么敢做都不敢认了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岭云外合 现在却怕奸济外扬 反出谢训 想借少林的手 杀了我灭口啊 你要是再胡说 我砍下你的双手 砍啊 你想砍就砍了我的手 反正我已经随身有死 就砍了我双手又能怎么样 这就只能说明你 做贼唏嘘 各位英雄豪杰 你们今天就栽在了这个 郡主娘娘的手上了 炸了他 炸了他 郡主娘娘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他一定是为了扰乱大家视线 在这里挑拨离间 武姬 这个女的 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你 利用你 你怎么还护着她 是 我与这袁甄曾有过一战 但是 她刚才所说的有理有据 我也不得不信 这 现在有人当面指认 这姓赵的就是奸细 武姬 你若是在袒护的话 如何服装 是啊 是啊 姓赵的 你有本事和我们明刀明枪 决一死战 你利用武姬对你的信任 潜入我们内部刺探军情 想要和汝阳王来一个理应外合 未免太无耻了点吧 舅舅 赵姑娘绝对不是奸细 可我们大师就是她救出来的 方丈 方丈 禀哥方丈 远军前方已经上山羊逼近 若今和洪水两棋已经同他们激战 可地方来势汹汹 恐怕来不及了 大人求不了多久 张赵主肆意袒护奸细 他宁愿让自己人丢掉性命 也不愿捉担这妖女 是 吴姬愿以性命担保 赵姑娘绝对是清白的 行了 不要再说了 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也不想知道 但是 现在援兵已经上山 中门派的意愿是 将此妖女立即斩绝 是 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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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我看 如果我们把这妖女悬尸山巅 先向狗王爷示警 说不定能大错援兵的锐气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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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冷静 如果现在杀了赵姑娘 非但不能错她们的锐气 反而惹怒她们 以晚辈之间 倒不如 先把赵姑娘关起来 如果敌人真的攻了上来 我们便拿她 要挟汝阳王 各位意下如何 否则 死哪 你没有打 你而度 死哪 死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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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岑 爹 我军的先锋部队 分别被敌人的石油喷桶 跟毒水偷袭 线下死伤五百人 吩咐加全 派兵到西部山谷 等陈叶袭 那四周都是悬崖巧避 地势十分凶险 恐怕有埋伏 没错 正因为地势凶险 他们才不会怀疑 我们从西边叶袭 就算有埋伏 人数估计不会太多 我们完全可以打败他 是 教主 探子刚刚来报 说援军有异动 正向西方山谷进发 估计是想趁夜袭击啊 好啊 来得正好 那就由老夫亲自率领瑞金旗 坐镇山谷 给他们来一个迎头痛击 这里地势非常凶险 他们既然决定夜袭 应该非常清楚四周的环境 想好了战略 喂 父王 这两天您一直探查敌营 应该对对方军情有所了解 为了安全起见 我想请你直接领军比较好 属下领命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觉得外公老了 担任不了了 外公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好 我告诉你啊 外公啊 那是薄刀未老 贱装得很 不要争了 这场仗就交给老夫了 带老夫去杀他个片甲不留 然后呢 我就回来 和我的拐外孙 痛饮三杯胜利酒 外公 我 这 这 这不是给我抢功吗 这不是 那好吧 外公您一切小心啊 放心 没事 启禀父王 我军线下 在山顶只能藏身山石之后 线下尽退为故 什么 根据可靠情报 今日害我军伤亡惨重的 正是名叫洪水 烈火两棋 不过 张无忌那小子 并不在少林寺 爹爹 云真那老头 似乎对你有所隐瞒 我听少林寺里的那些和尚说 他们称英雄大会 为图师大会 图师大会 金毛世王谢训 不错 正是的 不过 看眼下的情况 明明应该在山上 爹爹 我们要不要暂缓行动 成功 方丈 弟子自知罪孽深重 只想顿入空门 还请方丈收留 谢许 我收你为徒 弟子修行不够 咱可有此佛愿 只想拜在 空门方丈的门下 做原自卑的弟子 空故是空 然亦是空 我向人想 毫不懵懂 什么师父弟子辈分法明 与佛家尽属虚幻 为何执着 师父是空 弟子是空 无罪 无业 无德 武功 善哉 善哉 你归我门下 戴法修行 还叫做邪训 你懂了吗 辈分 法号 皆是虚影 即是无误 何谈于名 阿弥陀佛 来 Ready 弟子谢训悟道 自此归于佛门 弟子请随我来 义父 无忌 义父得到了三位大师的指点 大车大悟 往而罪孽 一一化解 你应该替义父高兴才是 不必悲伤 义父 阿弥陀佛 义父 善哉 善哉 来 五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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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伯 六叔 嗯 老师 五姬 你真的是没有 你不想就是 你不想寻找她 我以为你 我父亲 我以为你 优贤 我还不就 我还挺好 我自己的 等我回来和胜利救他 救我带来了 你忘了吗 侲 偷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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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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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冲动 放开 你听我说 就算是你杀了他也于事无补 你父亲的命救不回来了 你给我滚开 住手 千万不要冲动 住手 舅舅 舅舅 万万不可 如果你还当我是你舅舅 今日 你就让我进去要了只妖女的狗头 来祭奠你外公 舅舅 外公死我们一样难过 恨不得将凶手千刀万剐 可照明是无辜的 你杀了他 外公他也回不来了 无辜 血洗少林 围攻武当 挟持六大派 这些事情哪一件不是他干的 现如今 将武林各派集聚少林 为的就是帮助当今朝廷 袭击中原武林 估计 有外公葬送在援兵手上 舅舅 我现在要了这 汝阳王女儿的性命 一报还一报 有何不可 舅舅 赵命早与汝阳王断绝了关系 没有做对不起大家的事情 你可真是被这妖女蒙的心知 是非不分哪 我再问你一遍 到底是杀 还是不杀 没有 女人 吴家 须 进 您 经常